大家在做报告的时候 是不是要排版的时候就非常的头痛 因为可能就要去找一大堆图片 然后手工排版 一做下去一天就没了 而且做出来可能还很难看 但是现在有了AI 终于不用再做简报了 因为AI可以一键帮你生成简报 不止简报内容已经帮你写好了 还可以帮你排版 然后帮你找图片 生成图片 甚至风格颜色 都有一系列的预设模板可以选择 请你告诉我 你的简报要怎么难看 没有错 今天我们就是来介绍 专门帮你做简报的AI Gamma 而且它是免费的 非常重要 而且免费额度还不少 免费功能就已经非常强大了 不过今天为了要测试它的进阶版功能 我还是付了20块的美金 去买了它的Pro方案 我跟大家说很值得 我等一下也会提到为什么很值得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到我们的Gamma里面 你注册完之后 它就会是这样子一个界面 然后今天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功能 我们等一下都会一一带到 那我们现在就立刻来 来新建一个新的简报 如果你已经有现有的 现有的这个脚本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贴上文字 又或者是你今天是从头开始做 然后你连就是大概要什么做都还不知道 你只知道你今天的主题的话 你就可以按这个生产 又或者是说你今天有一些文件 想要汇入的话 就可以选择这个功能 那例如说我今天已经有自己的脚本 我想要把它转成一个简报的话呢 我就可以选这个功能 这边呢你就可以选 你今天是想要写什么东西 例如说简报网页还是一份文件 那这个社会呢是它翻译有点问题 应该是social media的意思 就是那个instagram的贴文之类的 那我们现在先选简报 然后接下来它就会进到一些设定的画面 例如说这边你可以去选择说 你希望你的简报的内容是 比较少比较精简呢 还是你希望它保留你所有给它的文字 例如说你今天已经想好 你的简报里面大概是怎样的内容 你其实就可以全部都给它 那它就是会按照你给它的文字 完全的复制上去 又或者是我按这个紧缩的话 就是会帮我摘要里面的内容 做成简报这样子 然后里面的这个文字数呢 你也可以选择你要多一点 还是详细一点 那在最下面这边呢 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选择图片来源 因为它会自动帮你配图 那配图的部分 你里面可以去选说 你希望它是AI自动帮你生成图片 还是你希望它去网路上面 帮你找图片来配图 那这边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它网页找图片的话 其实不是那么精准啦 对这个也是要看主题 例如说你今天是 比较抽象的主题的话 那其实上AI生成图片就蛮适合 例如说你今天是要讲 环保或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的话 其实用AI生成图非常的适合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要讲一些 非常明确的东西 例如说特斯拉的新车款 它就是长那个样子 它就很有可能会出错 因为它去网路上面找的图片 一定会包含旧的型号啊 那可能它就会用到那些旧的型号之类 所以就是有这样小小的区别 那例如说我们按自动好了 然后自动就是让它自己帮我 顺便补充一下 它的AI图片啊 里面可以去选择你要用哪一个模型 里面就有这个DOL E3 就是那个OpenAI他们自己的生图模型 生出来的效果就会非常的好 又或者是里面也有一些 recraft之类的可以选择 假设我们选这个DOL E3好了 然后下面还有一些格式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们就 这边可以选你想要几张 这个简报简报页面 比如说多一点就可以加进来 然后按继续 接下来这边我们来挑 就是模板跟颜色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选项跟配色 就是主要有分白色跟黑色的背景 里面就有稍微不一样的颜色 你可以自己去做选择 也就是说这个黑蓝色是比较商务沉稳的感觉 或者是这感觉很苹果渐层的感觉 或者是你今天想要小清新的话 你也可以白绿配 那在我们选好之后呢 就按右上角的这个生产 那如果你今天是那个点数字啊 你是免费制度的话 它这边好像会写说 它会扣几点这样子 我记得不少 就是至少好像可以做个五六次这样子 那因为我现在已经付费了 所以它这边就不会显示说 它扣我多少点数 它现在正在生产我的那个简报 要等它一下 大家有看到吗 它现在正在帮我写我的简报 它帮我排版 然后帮我找图片 然后现在是一些比较适合做成图表的地方 它也会自动帮我做成图表 当然不一定是对的啦 就是你还是要仔细的去里面看一下 它用的图表到底 有没有适合那个情境应该这样讲 好大家看一下 它第一份帮我做出来的简报是怎么样子 你会发现它的页面比例很奇怪 但是不用担心 因为它展示之后它就会是正常的比例 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它现在会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存档啊 或者是你实际播放的时候 其实它是正常的页面啦 给大家看一下 对就是它其实是正常的样子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在 在这个编辑的画面 它就会是很奇怪的比例 大概就是快速的帮你做出一份简报 然后就是蛮惊讶的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它配图 就是配的有点奇怪 因为这是AI生成的图片 那今天呢 你想要自己去换图片的话 你就可以按这个图片 然后里面就可以选编辑图片 这边呢你就可以换成你自己的图片 或者是你希望它上网帮你搜寻一些不同的素材 这边也可以直接去输入 就是说我喜欢这张的话我就点一下 它就会帮我换图片了 其实这样的效果也很不错对不对 这个很方便的就是你再也不用自己到网络上面 一张一张慢慢的抓图片 其实你在这个界面也可以手动的去找图片 其实省下不少的时间 或者是你今天想要自己删成一张 一张图片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边提词 就是说你想要一些什么 例如说我说小金星 科技检阅风 对啊其实这样子的效果也是相当不错 就是很快的可以让你使用一些免费的素材 然后里面也有一些基本的区块 例如说你想要加入清单啊或者是怎样的图表 你也可以在里面选择这边有个智慧型版面配置 里面就有不同的栏或者是不同的这个图表 可以选择 例如说我今天可能想要加入一个金字塔好了 它就会出现这个图表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输入 那这边是手动输入对不对 因为其实免费版的啊 或者是扣点数字的这个版本 它只有一开始你输入你要的内容 它第一次帮你做简报的那个时候 才是真正可以使用AI功能的时候 你之后进到编辑功能里面之后 它就是没有AI的介入了 就是除了深途啦 我是说就是排版的部分就基本上没有AI的介入 你接下来都是要用手动的方式去更新 那为什么我刚才说就是我买的那个Pro方案 我觉得很值得 原因就在这里 就是因为你今天要使用AI来编辑你里面的内容 你必须要把它升级到Pro方案 它里面总共有两个升级版 第一个是Plus然后第二个是Pro 然后Plus的话它只是点数比较多 但是里面的功能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有美金20块一个月方案 它才可以使用AI来进行里面的一些修改 我跟大家说这真的很强 为什么我说很强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来给大家示范一下Pro的能力 就是今天我做完这份简报 一模一样的主题 然后我一样觉得它的这个图片配得非常的奇怪 那我就可以按这个AI的符号 然后我就直接要求它帮我换所有的图片 没有错是所有 它可以一次全部换 例如说我这边请它帮我把图片改成简约插画风 然后我输入进去 它这边正在处理中 它等一下就会帮我换图片 有没有它这个插画风格就差非常的多 就是很不错啊 效果真的很不错 就是一些比较简约的设计 然后比较不会那么突兀 而且它的这个风格就会比较一记 就不会好像说就是上一个简报的图片 跟下一个简报的图片差很多 所以它就是真的可以一次帮你换所有的东西 例如说你今天想要调整一些格式 或者是你想要调整字体的大小 你就可以直接跟它讲 然后它就会帮你调整 超疯狂的 然后又或者是说我今天 这张简报好了 我不是很喜欢它这样子的排版 那我就可以把它的排版改成横式的排版 它就立刻帮我把它改成这种样式 我觉得超赞的欸 你就不用在那边自己拉 然后还要在那边对 然后自中 它就自动自动帮你排好了 或者是你今天希望这个标题都小一点 或者是字体都小一点的话 你就直接跟它讲 它就一次帮你全部调整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趋势 就是直接叫AI帮你改东西的这种设计的方法 我觉得之后应该说的软体都会是这个样子 只是我觉得现在这个GAMER它做的是比较好的 是真的它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的 因为很多像是扣牌了或者是其他的大公司 其实也想要做到这种程度 可是他们做不出来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原本的软体太复杂了 他们原本的软体并不是设计给AI来使用的 而是给我们人类就是自己去手动操作 所以它里面其实是非常的复杂 那今天要让AI串接进去呢 其实是要花很大的力气 但是因为GAMER他们就是一个新创 他们从头到尾就是为了AI而设计的一个软体 所以他们要这样子做就非常的快速 不过呢这个GAMER它目前还是有自己的限制 例如说它的设计是不能调太精细的 例如说刚刚我不是调整了这个方块吗 我今天如果想要让它的方块 变成横式的话是没有办法 就是这个模式 它是没有办法变成一个有底色的方块 所以它的设计是比较固定 然后比较单一的 它没有办法做到非常细致的调整 那它里面呢一些基本的AI功能 当然全部都有 例如说你希望它口语上怎么调整 或者是它在简报里面表达的方式 要怎么样调整它里面都是可以直接去跟它讲的 就是你可以用非常白话文的方式 要求这AI帮你如何调整这个简报 啊太夸张了吧 然后接下来呢想要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用它来做Instagram post 要什么操作 而且我觉得效果非常的好 就虽然说它的排版并不是很美观 就是不是到非常的有设计感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这个操作的方式 以后做这个贴文就会非常的快速 而且非常简单真的非常简单 对着说我今天这个贴文 它就是一个方形或者是直式的一个贴文 然后像这种文字型的这种贴文呢 就非常适合用AI来做 假设呢我今天做好这个贴文 然后我希望它来帮我换一下背景 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背景的话 我就可以一样在这边写 假设我换成深紫色黑暗科技简约风的背景 它就会帮我换这个后面的这个深色的背景 而且它要换呢就是全部一次一起换 我觉得这个超赞的耶 当然你要单张单张换你就是直接在这个简报的 左上角这边有一个自己单独的AI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选择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全部一起换的话 就可以在右上角这边 然后大家看它就是帮我设计了一些 比较简约风格的背景 其实非常适合就是AI深层图片 很适合用来做这种简报的背景 因为其实不太有人会去仔细看你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然后只要不要太突兀 其实效果就会非常的好 尤其是一些非常简约的线条 这样出来就会很不错 然后我今天就是把我写好的文章直接丢给它 它就可以帮我整理出这样子一个Instagram的贴文 然后像是这样子重点的列表都是它自己列的 然后又或者是怎样的重点呢 它就会帮你整理好 然后你也可以去选择说 你自己想要这个字非常的少 因为现在Instagram流行就是字少 因为大家就是没有办法专注嘛 所以字少的话呢 它就可以帮你写出这样子一篇非常简单的贴文 那当然呢跟刚才说的一样 就是它其实没有办法调到非常细 就是例如说你今天想要调整这个文字方块多大多小 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就是它的格式基本上是蛮固定的 不能像Canva一样 就是你可以在那边调来调去 然后调得很细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方块一个方块 然后一个图表一个图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然后你不能调旁边留白的空格 就是它这边是没有办法调整的 因为它主要就是要方便给AI来实际操作里面的东西 所以它设计没有办法到那么的精细 当然这些东西以后可能都会再进步吧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Canva它这里面的功能是真的非常的完善 例如说大家看这边图表啊 这边全部都有 而且这些东西是你买了Pro之后 它可以自动帮你生成的 例如说你今天有一些数字 假设这边呢我有一个60%对30%的这一句话 我就可以直接叫它帮我做成一个图表 太方便了 所以今天呢一些复杂数字你就直接丢进来 然后它就会依照你的指令呢帮你做出图表 这个功能是我试了很多AI都很难达成的一个任务 因为很容易出错啊 就是今天哪一个哪一个东西要放在哪边 其实并不是每个AI都可以分清楚的 它里面就有非常多东西可以选择 例如说很常见的金字塔圆柄图圆柄图也很常用 然后一些什么直条图长条图折线图里面全部都有 所以它的用法呢其实就是你不用再自己去新增这个图表 因为像刚刚免费版你可能就是要自己去新增图表 然后自己输入一些内容嘛 自己去调整可能它的强度之类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买了Pro方案 你就可以告诉它你的资料 然后它自己帮你做图 所以我觉得很超值啊 我自己觉得超超值的 如果你今天是很常需要用到做简报啊 或者是做一些Instagram Post之类的 然后尤其是数据分析的东西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把数字丢进来 然后它就帮你做 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我个人是蛮希望这样子的AI形式 可以赶快导入到 例如说Photoshop或者是Canva之类的 我就不用在那边自己还要调整很多数据啊 或者是自己在那边画很多表格啊 就或者是大家知道有哪些 AI现在已经可以直接帮你非常方便的做出 很精美的表格的话 也会在下方补充 因为现在我真的就是找不太到类似的功能 我觉得今天它这个就已经超级好用的了 所以今天这个Gama呢 我觉得它非常强大的 就是它可以自动帮你拍板 还有自动帮你生成图片 还帮你找图片 然后它的界面也非常容易使用 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换成自己的图片啊 然后它里面也有个界面 直接让你去选说哪一张图片加进去这样子 我觉得整个界面就是非常的直觉 非常的好用 尤其是搭配AI来帮你去编辑 修改你的简报内容的这个功能 我觉得真的太强大了 我非常希望这个功能以后呢 在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就不用在自己手工在那边调一些东西 我觉得以后手工去调整里面格式这件事情 会变成一个非常复古的行为 又或者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行为 就是因为AI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所以不知道大家想法是什么呢 又或者是你下一周已经开始使用Gama 然后你有怎样的使用心得也欢迎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 我先使用了这个Pro方案之后呢 我 等一下不好意思这段重来